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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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没带欢欢去补习班啊 我特意请假了 为什么呀 您坐下 怎么了 志高 我想跟你谈谈 我是觉得吧 你看咱们这段时间老吵架 甚至还冷着 我也想了挺多的 我觉得为了这个家 这个孩子 咱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理解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就像你说的 夫妻之间的磨合 应该是随着孩子的成长 共同完成的 所以我决定不再跟你吵架了 我觉得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 咱们都可以商量地解决 你真这么想啊 我当然这么想了 但是 现在就是你现在没工作 我觉得对咱们这家 也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 我知道 那个你没工作这事赖我 如果不是我去工地闹的话 这工作也丢不了 那我看你最近找工作的事 也没什么眉目 我也帮你问了问 你还记得吗 就上次 我不是问你吗 向立强那公司怎么样 你说是一大公司不错 其实那时候我就拖唐红问了 看看那边有没有工作机会 他今天给我回话了 人向立强说了 早就想找你了 特别地欣赏你 特别地欣赏你 就是因为你那会儿有工作 所以现在特别想让你过去 你怎么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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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就是 你可能觉得 靠着老婆这裙带关系找一工作 特伤自尊 你大可不必这么想 连唐红都说了 说像李强一直就觉得你特别地好 就是之前不知道该怎么找你 所以现在他是求贤若渴 而且是保证高薪高职位 真的 其实我也没生气 这也不是个自尊的问题 那就是说你答应了 太好了 我没白让欢欢景天的假 我觉得咱们家呀 最近这真的是 好久没这么高兴的事了 我觉得得好好庆祝一下 今天熬了你最喜欢喝的它 来来来 小心烫啊 那你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我得给唐红回个话啊 我再考虑考虑吧 为什么呀 那向力强那边是求贤若渴啊 这么大的事我再考虑考虑 你说呢 也是 这跳槽的事啊 矜持点好 吃饭吧 欢欢 吃饭了 快快快 洗手没有 起来 吃饭了 吃饭了 向力强那边的事 你好好考虑一下 那唐红等着呢 也不能拖太久 还有搬家的事 你正好最近没事 你找找房子呗 我找了 符合你要求的地段 又够咱一家三口住的 那租金都太贵了 那钱我算了一下 都赶上越贡了 看来得抓紧时间买房子了 买房子 就咱那点积蓄 也就购买一个小点地方的首富的 那也得买呀 总不能这样到处跑吧 行 我也看看 那我先走了啊 那我先走了啊 你今天去没去向力强公司 还没去啊 我想帮朋友忙完再说吧 算了 算了 我也不催你了 但是你矜持归矜持啊 你别让人等太长时间 我再跟你说个事 今天我有一朋友啊 给我介绍了一二手房 我去看了一眼 两居室六十六平 小时小了点 但我觉得目前阶段咱也够用了 第一段特好 离欢欢的学校跟他补习班都特别近 你这不是有空咱俩去看看 行 那你别太晚睡啊 你向力向的事你考虑考虑啊 抓紧去 回来了 今天欢欢不上补习班啊 你没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吗 我知道 本身你让人淘红给我找工作 就挺不容易的 而且老向那公司确实也不错 但是 我还是想创业 我也是为了咱这家呀 为了咱们家 好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想告诉我的 钱呢 你不是说这钱两周以后才用吗 我问你钱呢 事务所注册资金五十万 我实在筹不到这笔钱 刘志高就是个混蛋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那是买房子的钱 我知道 这钱两周以后肯定 那个钱是用来给我跟欢欢 买一个住处 我们娘家打风忠意的窝 你别碰我 你疯了吗刘志高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 钱拿不回来了怎么办 我跟欢欢怎么办 是谁有这么大的魅力啊 居然能说服你把这个钱拿去创业 你说呀 你说呀 你跟谁一起创业 你说呀 杨杨 但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这完全是机缘巧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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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你这事 我要搬走 你听我说 你给我点时间 这钱肯定肯定能拿回来 你让开 你想听 莉莉 我不让你走我离不开你 真正离不开的人是杨杨吧 你误会了 刘志高 你就是一骗子 彻头彻尾的骗子 莉莉 我骗你什么了我 你说你没骗我对吧 好啊 那咱们就翻翻旧账 自打我妈的骨被打破之后 你就不停地在骗我 你说过吧 你说过带儿子去补习吧 结果呢 结果你去的是游乐场 好 你还说 说这房子是租来的 结果这房子是洋洋的 还说什么 什么那个寄来的鞋 你是给我的 结果那鞋穿在别的人的脚上 还说去找工作 结果是拿着咱们家的钱 去跟别的女人创业 都是你说的吧 那我 我不怕你误会吗 所以我就欺骗你 这么说你还是好心了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啊 但是刘志刚我特遗憾地告诉你 你这些好心正在毁了咱们家 莉莉 莉莉 莉莉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证明我是对的真的 对不起 我没法再相信你了 你给的 你给的 诶 卢莉 卢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陆丽辞职了 我真的不能理解你 作为她的丈夫 你怎么会支持陆丽 这种荒唐的选择 你知不知道 她仅仅为了让儿子 多睡半个小时 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好 好 别拽了 你找我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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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儿 你 陆绿 你要去哪儿啊 去占补习班 然后呢 赶快回我自己去 你的家在哪儿 你的家不是我的家吗 我去医院找你 医院说你辞职了 如果今天我不到欢欢的学校找你们娘俩 你们是不是就要消失 欢欢走了 补习班要迟到了 欢欢哪儿也不去 卢欢欢你到前面吧 爸爸妈妈有花药术 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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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家跳槽这么大的事 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 我还是不是你叫我 拿走买房子的钱去创业 那是小事吗 你告诉我了吗 你跟我商量了吗 你当我是你的妻子吗 这个钱我有把握能回来 看见了吗 这就是买房子的钱 我拿回来了 我今天从郊外赶回来 就是告诉你 这钱我拿回来了 陆绿 陆绿 即便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错了 那我问你 你跳槽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说 是不是应该跟我打声招呼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跳槽 是因为人家给了我一间宿舍 有了这个宿舍 我的儿子就可以不用寄人篱下 我跳槽 就是为了给我的儿子 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是 你这个当爸的给 我一直都挺想弄明白的 在你背着我们 拿了买房子的钱 去创业的时候 你想过你儿子吗 陆绿绿 可是这个钱我现在 他已经拿回来了 太迟了 已经太迟了 陆绿 你要去哪儿 你走了我怎么办 好吧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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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半一二三 你走 你走 你恢处我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 快走 补习班就迟到了 我不要上补习班 我要爸爸 你去上补习班吧 听妈妈话 爸爸也去补习班 咱们一起去 走 爸爸 华华 那才好好听歌啊 华华你进去吧 华华等你呢啊 晚上 你刚够了没有啊 那你是我老婆 我跟你也很正常的 耍无赖是不是 谁耍无赖啊 借人的房子现在也还了 没地儿去了 又冷又饿的 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这样你先把我带回家 给我煮碗面条吃 那是我的家 没你的地儿 你的家不就是我的家吗 你住哪儿 我就住哪儿 你要说你住桥洞子 我就在旁边打开地铺 你要说你住宾馆 那我就让服务员把门打开 你要回家你就把我带回家 你到底去哪儿啊 我哪儿也不去 那我也哪儿也不去啊 我在这儿等着 等着 旁边一会儿 不上课了 然后咱一家三口一起回家 行了 先坐吧 好 宝宝 带笑笑回房间 来 走 快去 快去 去 去 去吧 去吧 快说吧 小姑奶奶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别管了 我自己惹的麻烦 我自己扛 不是你说这叫什么话 你扛得了吗 你看你把妈气的 快说呀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说大家怎么帮你呀 你说话呀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我忘了验客户的身份试 和驾驶证了 我说你那个马虎大意的毛病 究竟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呢 既然公司定了守则 你为什么不执行呢 不是我不执行 是那天我刚要宴的时候 那个孤颖他又来了 我一紧张就给忘了 孤颖他怎么会来呢 他好像也是来租车的 你说是不是冤家路宅吗 你慌什么呀 他不就是你前夫吗 有什么可怕的 爸 你是不怕他 可我真的是怕他 我怕我刚刚开始的新生活 又被他搞乱了 我也怕他一直这么缠着我 我现在 我现在再也坚强不起来 好了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别哭了 赶紧想办法 看看怎么解决吧 我是错了 可就算把我卖了 他也赔不起啊 他又不是一辆三轮车 志高你快点想办法呀 想想 要不这样吗 咱赶紧找一个律师问问 我琢磨着 就是赔 有保险公司呢 也不可能全赔 咱咨询一下 看看到底咱们怎么个赔法 好了好了 陆伟啊 公司的赔偿 我给你妈 还有点积蓄 都拿出来 不够的话 再想办法吧 爸 爸 对不起 我真不忍心 看我爸妈那么操心 虽然他俩没开口 但是你说我亲妹妹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我这姐姐怎么也得帮帮啊 这个 咱们买房子那钱不拿回来了吗 能不能先借给陆伟 我知道你犹豫 其实我也挺犹豫的 你说陆伟现在这经济状况 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还不上的 但她是我亲妹妹啊 如果你早两天跟我说这事 我肯定二话不说 把钱拿出来给她用 可是现在 现在怎么啦 这钱我用了 你开什么玩笑 那么大一笔钱 你用了我会不知道吗 不愿意借是吧 那这样吧 反正这笔钱是共同财产 我有一半的支配权 那我拿出一半来借给陆伟 我真给花了 那你说你花哪儿了 我买房了 买房了 这是房子的钥匙 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你看看吧 你看看吧 这是厨房 这是厨房 还真挺不错的 这桌子真漂亮 你买的啊 我不想着咱一家三口 得有个吃饭学习的地方 行啊 莱莱 这回原谅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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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咱把这房子卖了吧 卖了 你看咱现在不是有宿舍吗 先帮卢伟这忙 要知刚我妈心脏不好 昨天我给她凉血压了 高得吓人哪 我确实也挺喜欢这儿的 但咱先帮帮卢伟行不行 我不同意卖 不是 你不同意卖 那卢伟怎么办啊 卢伟的事情咱们还没有弄清楚呢 保险公司你问了吗 律师那你咨询过吗 我到底怎么回事你都不清楚 你就随随便便把我刚刚买的房子 你就给卖了 那你把我的心意当成什么了 我得把这个事告诉出来 来了 爸 我妈呢 妈 我想好了把房子卖了 我帮卢伟 用不着 这个忙吕坤帮了 啊 好 等יה 可可笑笑进来了 那 Esa 了 你又上哪儿野去了 妈 我没野 我还钱去了 妈 我没说错吧 这事呢 我自己能解决 夏夏 走 楼莉 先上车吧 你们怎么找吕坤姐姐啊 因为你不肯借 我不是已经决定 把房子卖了来帮卢伟吗 别说了 卢伟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现在说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为什么找一巴竿子打不着的人 你也不找我呢 你这样做对吗 我没找过你吗 我没跟你商量过吗 你不同意买房子呀 谁知道你又改主意了 那我帮着我亲妹妹想个别的办法不对吗 那你也不能自作主张的去找吕坤吧 咱俩是谁自作主张啊 买个房子也不告诉我 刘志高你永远都是这样的 说我有安排 我有把握 我不想再被动地接触你的把握跟安排了 我这么做就是想给你点惊喜啊 我在生活中有惊无喜好吗 我拜托你不要那么浪漫 我受不了 那你让我怎么做 什么都不用做 我不需要了 你们别吵了 还让不让我睡啊 你自己住新房吧 我跟欢欢住宿舍 爸爸 你和妈妈是不是分居了 别瞎说 爸爸最近就是比较忙 去 帮爸爸拿来 爸爸走了啊 听妈妈话 轰轰过来喝牛奶 陆丽严 今天晚上你有空吗 我想跟你谈谈 好好好 有时间有时间 这样 我今天现在去那个农庄一趟 晚上可能晚一点回来 没关系 那我跟儿子去新家等你吧 好 那你等我啊 好嘞 来 快进来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儿啊 是你爸给咱俩买的新家 真的 当然啦 这下你不会胡思乱想了吧 好大的桌子啊 我能把所有的作业 都放在这上面吗 当然可以啦 一会儿就在这边写作业 边等你爸回来 好 妈妈 嗯 爸爸公司的开业典礼 还邀请您去呢 嗯 就是明天 我能去吗 你说呢 耶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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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有请杨阳小姐 和刘志高先生上台 为安赐发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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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敏啊 杨阳 祝你们百年好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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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可是双行的 知高 哎呀 从今儿开始 你们俩都是老板了 什么老板 好了 前面有请 刘志高先生 上台维俱队亲人 可亲的事务所 送上祝福 谢谢 谢谢 感谢啊 我不大会说话 但是我非常感谢大家 能够从百忙当中 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庆典 在这儿呢 我也要衷心地祝福 杨阳和钟离 祝你们能够白头偕老 祝你们幸福 我 今天我真的很高兴 我的太太也参加了这个庆典 谢谢你 这么多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们这个事务所为什么叫安刺 因为我们取了英语蚂蚁的一个谐音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事务所 能够有蚂蚁一样的精神 今后与客户能够一起并肩作战 不断地能够创造出奇迹 谢谢大家 来 来 如链 如链 你能来我真高兴啊 我跟你说啊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几个工头啊轮番着惯我 你也知道现在跑工地就这样 我推脱不了 我们分开吧 你说什么 我们两个人分开吧 分开什么意思 离婚 我不想再听你的谎言了 昨天在电话里我亲耳听到 你对杨阳说你离不开她 那我就离开你好了 你是不是听错了 昨天钟离照顾我的 你要是不相信 现在我就把钟离和杨阳 叫过来给你解释 不用解释 我不想听 不是咱不开玩笑行不行 我没跟你开玩笑 离婚协议书写好之后 我会快递给你的 就谢给你 陆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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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家 你把门打开 陆丽 妈妈 你让爸爸进来吧 听英语 奴隶 如果你想听我解释的话 我就把钟林和杨阳一块叫来 给你解释好不好 听英语 奴隶 爸爸 怎么了 你会不会和妈妈分开啊 不会的 爸爸和妈妈不会分开 那妈妈为什么不让你进家门呢 是 黄黄 大人有的时候很复杂 小孩是弄不明白的 但是爸爸永远都会在你身边 永远支持你 爸爸是不会和妈妈分开的 爸爸向你保证 好 黄黄 我从工地回来 向她看个黄黄 用不着女朋友 找个时间我们谈谈吧 走 走 爸爸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到底说什么了 他说 你和爸爸出间 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大人的问题 但是 他说他不会离开我 也不会离开你 这些问题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 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妈妈希望这个学期末 你能重新回到快班 妈妈 你回去开爸爸吗 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些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好了 要继续 自己看吧 楼花花交哪个白却 你们到底跟她说什么啦 她能收这么大的饮象 整张卷子一道题都没有答 孩子眼睛哭肿了 给他拿热毛巾敷一下 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这上面的题目 学校讲一遍 武器班讲一遍 我又讲一遍 做了无数遍怎么可能不会 你到底怎么影响到他了 孩子眼睛哭肿了 给他拿热毛巾敷一下 你吼什么吼 爸爸 妈妈 你们别吵了 我错了 我下次一定要好好考 妈妈 坐下来聊聊吧 好 换换从小学生初中 有一年的时间 在这一年当中 咱们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咱们俩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你老是怀疑我 说我不顾这个江 今天我可以跟你说 你和这个江 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慌慌在这一年里 越来越沉默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俩经常吵架 一对父母天天吵架 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和状态 布林 算我求你了 咱们俩为了欢欢 别再吵架了好吗 好 好 也别再提离婚了好吗 好 咱们为了孩子 以后 我们要认识的 我们要给孩子的组织 我们要的孩子 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要做一个好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要做好好的学习环境 让惶惶快乐一些 好吗 好 好 好 你自己找回二姐 你要不要去 就是你自己找到 你自己在这边 你自己找到 我把你带去 你给你找到 你找到 你找到 我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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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欢欢 妈妈对不起我期晚了 我现在就去看音乐 不着急不着急 你发什么愣啊 你爸呀亲手给你做了早餐 妈妈在楼下等你啊 乖 欢欢下来了 来 牛奶已经倒好了 妈妈给你包个鸡蛋啊 妈妈 我不想吃鸡蛋 鸡蛋一定要吃的 营养价值很高的 孩子不想吃就别吃了 行 那就不吃了 那吃个面包吧 妈妈 我想吃蛋糕 行 吃蛋糕 这蛋糕好吃 慢点 批着 喝牛奶 好吃吧 妈 我吃个事吧 咱们走吧 行 那走吧 走吧 出发 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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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东西拿起完了吗 嗯 今天的天气是真好啊 是啊 跳真好 哎呀 黄黄 这不听英语了啊 那个 至高你把广播打开 看看有没有黄黄喜欢的歌 哎 黄黄 这首歌不是你喜欢听的吗 黄黄 昨天啊 是妈妈不对 爸爸跟妈妈商量好了 以后啊 再也不给你那么大的压力了 对 黄黄 以后补习班咱们不去了 你爸的意思就是说呢 咱暂时不去了 最近一段时间你好好休息一下 啊 哎 欢欢 今天爸爸下班以后 带着你和妈妈 咱们一家三口看电影好不好 啊 来 欢欢 下来 欢欢 到了 快点 快点 进去吧 爸爸妈妈 你们和好了吗 对呀 我们和好了 和好了 可昨天你们还在吵架呢 和好了 你们真的和好了 爸爸妈妈还能骗你吗 快上学去吧 快去 进去吧 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 你怎么能承诺她不上补习班呢 是 我们是要减轻她的压力 可她成绩那么差 要是真的补上了补得回来吗 欢欢 怎么又回来了 我是来拿帽子的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干嘛呀 你知道你给我妹造成多大的麻烦 你怎么来了 你干嘛呀 你这样你给我妹造成多大的麻烦 你还敢来 姑娘 我现在生活得挺好 笑笑也挺好的 你没事别来骚扰我 我知道你们看不上我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我今天来绝对不是纠缠的 我只是想见见我的女儿笑笑 为了她我努力工作 我考了导游证 努力挣钱 努力存钱 努力存钱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我能够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父亲 出现在我女儿的面前 是 我和卢伟离婚了 可是我敬重你们 我还是愿意叫你大姐 姐夫 我知道你们 看不上我 可是人会变的 卢伟 我求求你让我见见笑笑 不用多 一个星期一次可以吗 这样吧 每周五下午 笑笑从幼儿园放学 你可以见她一个小时 谢谢 见什么见的 谁允许故隐见笑笑的 妈 妈 你小声点 你喊什么呀 笑笑都睡了 你向我面前心疼你女儿了 你怎么不在 顾颖面前心疼你女儿了 我告诉你 我不许见 听见没 妈 卢伟一味地拒绝顾颖也不是办法呀 她毕竟是笑笑的爸爸 再者说了她现在不是考了那个什么导游证 而且答应每个月给笑笑生活费 那如果她是一负责任的父亲的话 咱也没有理由拒绝她见女儿啊 导游证就是考个火箭证我也不稀罕她 我不需要她的生活费 我就是讨厌她我看不起她 卢伟啊 我告诉你 顾颖她是你的结束 她不是你的缘分 我求你了 你远离她 好了 话别说那么难听 卢伟有长进 我们都看到了 既然孩子决定了 那见就见吧 毕竟是笑笑的爸爸呀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接受教训呢 孩子的事 就让孩子自己决定 妈 爸 我们不是搬新家了吗 今天呢带欢欢来 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楼 二来呀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想邀请你们呀 去我们新家去暖暖房 对吧 一起去一起去 好啊好啊 姐夫 恭喜你们啊 终于有了落脚之地 爸 妈 咱们一块去给他们庆祝庆祝呗 我不去 你去吧妈 你就别致气了啊 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